大家好,我是彩虹 今天给大家分享糯米切糕的做法 糯鸡鸡的 在那儿糖,或是糖桂花都特别好吃 600克糯米淘洗干净 倒入比平时煮饭稍微多一点的水 将它煮熟 再来准备另一份米 200克提前泡好的糯米 60克黑米 这两样我都提前泡了一碗 因为黑米不容易蒸熟 所以要提前泡出来 混合均匀 再倒入泡黑米的水 水量刚摸过米即可 放入到锅中蒸熟 水烧开后,即时蒸半小时 将蒸熟的糯米饭取出来 看,特别的黏 如果喜欢吃甜的 在这一步可以加入糖拌匀 然后来准备一个容器 在里面泡好保鲜膜 倒入一半白色的糯米饭 手上沾点白开水 煎饭平泡均匀 再倒入黑色的糯米饭 最后再铺上剩下的糯米饭 按压紧实 表面再摆上自己喜欢吃的果干 撒点黑芝麻点缀一下 再用保鲜膜包好 上面再找一些重物,压几个小时定型 这样就可以了 不用装第二次哦 压好之后,打开保鲜膜 给它切成小块 黏黏黏糯糯的切糕就可以吃了 这个做法是不是特别简单 里面没有加糖 吃的时候可以蘸点白糖或是糖桂花 糯鸡的非常好吃 最后可以用保鲜膜将分好的小块包起来存放 方便去吃 这种切糕在我们这边很多超市有卖的 六元钱一斤 以前都是买着吃 现在自己在家做了 就再也没有出去买过了 你们那里有卖的吗 喜欢的朋友就赶快坐起来吧 我们明天见,拜拜